我们继续讲就是进入神迹性的侍奉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的 因为耶稣说信的人都有神迹除了他们 我们是可以进入神迹性的侍奉 我们上一次讲到神迹的类别 讲到有医治人和叫死人复活 还有不同的神迹 其实很多时候不同的神迹都会有这些元素 当我们帮助人经历圣灵 帮助人经历神的工作都会有这些元素 释放和医治的方法 里面都有这些元素 我们一起读一读 第一 建立与神的关系 第二 悔改离罪 第三 处理生命中的问题 第四 处理生活中的方式 第五 灵性的释放和医治 这五个成分是什么呢 在我做释放的时候 五个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 就是帮他建立与神的关系 如果他与神的关系不好 你做多少释放都没用 他一定是与神的关系 有健康的关系 深信神爱他 整天都会在神的爱中 神在爱我 神在祝福我的 神是祝福我们 不是给不好的东西 那些不好的东西是罪那边来 是人那边来 不是神那边来的 神是经常祝福的 第一就是建立与神的关系 第二就是悔改离罪 有很多人都会处理某些的罪 但是有些的罪就没什么处理 譬如不喜欢某个人 跟丈夫妻子的关系不好 跟有些亲近的人不好 常常怒某个人 就觉得这些不重要 因为他不好当然是怒他 有一种藉口 但是我们知道 所有的罪一定有破口 一定造成破口 罪会带来更严重的破坏性 第三就是处理生命中的问题 就是生命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情绪 性情的问题 潜意识的问题 在生命里面 所有的负面的思想 对神的错误的看法 这些都是要处理的 然后第四就是处理生活的方式 譬如有些人 他们很容易跟人吵架 一同来说话就牢牢吵吵 大大声声 一旦觉得有些什么要争论 就大声 觉得大声就贏了 觉得恶一些就会得胜的 这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问题 或者很夜睡 或者整天都要上网 整天都要看手机 这都是一种生活方式 控制个人 整个人给一种生活方式 或者整天看电影 就是生活方式 有些人整天都要找人说话 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问题 第五就是灵性的释放或者医治 就是在圣灵的充满之下去释放医治 那为什么有很多人 就会注目在第五的 就注目在圣灵充满以后释放医治 就是加强的 所以一定是帮助那个人 跟神有好的关系 离开他的罪 不只是悔改 是离开那些罪 靠着耶稣 你知道罪的意念 立刻处理 是真的可以离开的 那我也有教导 关于如何处理罪的 处理生命中不同的问题 你的生命里面 是有什么苦毒 不开心 有些人说 那么多人伤害我 我当然会苦毒 但这个是会伤害的 譬如有个人对我们不好 我们恨他一定有伤害 这个一定要处理 处理了这些 然后我们才能够帮助 就是那个被帮助的需要 我们都需要 为人做祈祷 进入神职性的事奉的人 一定是要跟神有好的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事况 完全是靠神的工作 不是人可以控制 不是人可以计划 比如写广道 有些人 他没有什么生命 都可以写好的广道 但是如果你想是神喜悦的广道 一定是你自己 都要活出这个广道的 所以跟神关系 自己要悔改离罪 又处理生命中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 以后呢 在我们讲的事实 有圣灵的充满 让圣灵的充满 带来身体的医治 和灵魂的释放 所有邪灵的释放 都是 五方面 都是我们需要处理的 大家记不记得 这五方面 记不记得 可以再想回 一起讲 记不记得 第一是什么 建立和神的关系 第二 悔改离罪 第三 处理生命中的问题 第四 处理生活的方式 然后呢 第五 就是灵性的释放 就是释放或者医治 好了 我们上一次讲到 身体的医治 都粗年 今次我们讲 赶邪灵 赶邪灵 这个真的一样 可以说 次次都可以不同 不过大致上 都有相同的地方 我们一起读 这两个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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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讲到信的人 有神迹 就是奉耶稣的名 赶鬼 就是基督徒有这个权兵 第二 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权兵 你们可以展踏蛇和蝎子 和圣个仇一切的能力 原来有什么能害 你们 这个上下文说 这个蛇和蝎子 就不是指到地上行的蛇 而是指到魔鬼的势力 我们可以圣过一切魔鬼的势力 所以我们是绝对可以圣过魔鬼的势力 他什么都觉得是魔鬼 就觉得呢 好像呢 魔鬼很厉害的 你想做什么呢 他就会破坏你 他是很厉害的 就是有些人 时时都会发这些信息 就说 你说我祈祷了 魔鬼就攻击我了 我又有家又闹架了 我又有病了 就觉得好像他生命 整天都 魔鬼可以随意拿走他的东西 其实这个和圣经的讲法是相反的 圣经说 神已经给我们权兵 踏踏蛇和蝎子 有圣和仇地一切的能力 断有什么能害了没 但是圣经又讲到 给魔鬼留地无 是可以给魔鬼留地无 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不准备生命的时候 是可以给魔鬼留地无 但是 很多人的问题 就是他就觉得 有病了 有困难了 有什么意外 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就全部是魔鬼的攻击 那你只是个解决方法 你以为我代土呢 代土呢 魔鬼就不攻击 但是其实圣经教导我们 就是我们应该处理生命 因为我们生命是没有破口 代土是其中一样有帮助 但是 人人说他代土 但是他完全不处理生命 他只是说 你们为我代土 让魔鬼不攻击 还有呢 有时另一个破口是什么呢 整天都担心 憂慮 什么都想到邪灵 这样的时候呢 其实是推卸责任 自己责任 就不负 就说魔鬼的责任 所以第一件事 不用整天怕魔鬼的攻击 你处理生命就可以了 你处理生命 魔鬼就没有机会攻击 当然你处理生命 和亲引神 魔鬼会不会攻击呢 他是尝试攻击 但是当你生命里面是没有破口的时候 他是攻击不了的 你是有权柄去赶走的 但是有时你是会经历到魔鬼的攻击 那你怎么做呢 你就一样亲引神 依靠神 你就可以胜过的 就不用怕 好像觉得 没有办法了 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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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够胜过 这样的时候就变了 心里面惧怕 我都认识很多基督徒 经常都没说 你又为我祈祷 魔鬼又攻击我 我就告诉你 神已经给你权柄 你就亲引神 尊重神 你就会能够胜过魔鬼一切 所有的仇敌一切的权柄 其实我为人说的邪灵 是差不多呢 每个礼拜都有的 无论宣教在香港也是 经常都有发生的事 很多很多次 有很多人有很多的程序 怎样呢 不要给魔鬼攻击 我觉得最紧要是 你跟神好的关系 和处理生命 你就不用担心这件事 很多人的程序 我都没有跟着 我不讲这些程序 总之有很多人有很多程序 为了保护 不要被魔鬼攻击 但我觉得最紧要 保护魔鬼 不要被魔鬼攻击 就是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和处理生命的问题 又有信心 他不可以搞到我的 这样的时候 他就真的搞不到我 我经常都趕邪灵 又不见到我 又很多问题 发生在身上 其实魔鬼是没有这个权柄的 所以希望第一 大家相信 我们是有这个权柄 去赶造魔鬼 还有魔鬼 没有权定攻击我们 为人赶邪灵 实际上是每一群不同 很多时候 很重要都是要处理这几件事 就是帮助他处理这些 他跟神关系怎么样 他有没有悔改离罪 有没有处理生命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 然后才是灵性的释放 他自己天天去亲近神 让圣灵的同在 在他身上游去赶邪灵 有时我们有不同的方法 会帮助 这个都是经验 但是呢 最重要都是这五样 就是我们有本身处理好 有对方处理好的时候 赶邪灵就不难的事 其实赶邪灵是一个好的功课 为什么是一个好的功课呢 当你赶邪灵的时候 你发觉 赶邪灵完后 真的整个人都不同了 你又发觉赶邪灵的过程 魔鬼没有攻击你了 什么情况会攻击呢 就是我们在罪中 在软弱之中 那你说 我整天都是罪在软弱 那怎么办呢 其实圣经告诉我 你有罪就悔鬼 你就跟着离开罪 伸引神 神就给你力量 你在软弱 你就拔着耶稣就可以了 我自己都试过 有一次 在小组的时候 唯一有人祈祷 忽然间 他有邪灵的彰显 他用很凶恶的眼神 看着我 非常恶 就是 看到有邪灵的彰显 我就看着他眼神 凤仁是宿命的邪灵 走 他一说 他立刻转过头 看着另一个人 我另一个人 一被他看 整个弹在地上 整个就吓得不得了 然后我们完成后 跟他做释放 两个都要做释放 就问第一个人 为什么你会看着那个人 他说 邪灵知道哪个人是犯罪 哪个人在软弱之中 他就会立刻攻击那个人 如果那个人在软弱 和在罪中的时候 就可以被魔鬼攻击 那你说 我经常都软弱 其实不用的 你经常都软弱 自然魔鬼就离开了 就是不是很难的 性的魔鬼是不难的 只要你时时亲近神 魔鬼是会选择一些人 在罪中来攻击 所以我们在赶邪灵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会祈祷 不要在黑眼睡 尤其是一些软弱的人 更加不要在黑眼睡 邪灵就可以攻击 所以 赶邪灵 其实为什么是一个好的经验呢 所以有时你可以四点公里 因为当你看着那个人 本来是有邪灵的彰显 本来是失控的 但是你说完邪灵之后 他可以完全松了 你就说 我真的看到神的工作 那么真实 看到魔鬼那么真实 我又看到神那么真实的工作 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对侍奉 信心就加强很多 在这里有试过几多人 你做主导为人赶邪灵的 有几个人做过 你为人赶邪灵的 主导为人赶邪灵的 OK 好了 这里有几个人 你参与过人一起赶邪灵的 总要你主导 或者别人主导都好 你参与过的 请你举手一下 我们也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曾经做过 其他人我都鼓励你去做 你不用特地去做 总要你就是 事实为人讨告 你内中就会碰到 有人有邪灵的 以下我所说的就是 我的经验 我怎么知道他有邪灵呢 有时候有人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邪灵 我怎么去分辨呢 我分辨的方法就是 就是看他对于祈祷的反应 在跟他祈祷的时候 有最强的表现 和轻微的表现 最强的表现就是 他完全整个人失控 整个人是 不能够跟你一起祈祷 不能够合作 你叫他做什么 他不能够合作 或者你一趕邪灵 他就黑了一眼 或者他里面说话 就说你不能够 你趕不够我出来的 就是说话抵挡了 或者他失控 或者整个人 跌了在地上 又没有反应 就是有不同的反应 那最轻微的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你跟他赶邪灵的时候 他有 最轻微的就是 其中是蒙蔽 就是你赶的时候 他就觉得你的眼睛蒙 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眼睛蒙的 那这个眼睛呢 就是蒙蔽 那我们试过 因为做过很多次 很明显 这个蒙蔽的灵 是很明显的 怎样呢 有些人很明显 就直接看到你 是蒙茶茶的 去到这个程度 好像透过一个蒙镜 看我的 那赶完邪灵 就清翻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蒙蔽呢 因为那些邪灵呢 当你一赶他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叫他 他看着他眼 因为看着他眼呢 就是他里面的邪灵 看出来看到我们的眼 他看到一个 一个和神有生命关系的人 一个 就是圣灵充满的人 那邪灵看到就会害怕 就搞动他 要从他赶出来 好了 那个邪灵见到的时候 他就 于是就 好像那些墨鱼 那些墨鱼 有 敌人攻击 他会怎样呢 噴那些墨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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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立刻 令到这个人的眼睛 蒙了 那这个是我 好几次讲邪灵的时候 很清晰的经历 那 就有一些轻微 就是轻微蒙蒙的 就是那些邪灵 尝试用这个方法来抵挡 那另外有些呢 就是有些抵挡 抵挡着他 我都不能够绝对 说一定是邪灵的 就是有时候 胸口啊 肚子啊 脖子啊 头啊 就是有些地方不舒服 或者是抵挡着的 那 事实上因为 就是我们实际 不知道那个人 就是说他里面 到底发生什么事 可以是他一种压抑 什么情况 我们肯定他有邪灵呢 他会 他说邪灵的时候 他会害怕 他会哀 他不能够跟我们说话 不能够合作 这些是清楚有邪灵的反应 蒙蔽也是有邪灵的反应 因为蒙蔽不会说 你那个人有一些压抑 你然后祈祷他蒙了眼 他不会有这种反应 这个反应 很明显是一个邪灵的反应 所以我们知道呢 有些是清晰的邪灵的反应 有些呢就是 不是那么清晰的 有些是谷住啊 有时是身体无病啊 有时是他的情绪啊 跟他祈祷之后 又鬆了 那我们都不一定说是邪灵的 就是我们不一定说 你有邪灵的 而是只是说 这个可能是什么 那也都有时呢 因为邪灵可以是 不一定是附体的 有时是邪灵影响这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如果我们告诉别人 因为我们不能够绝对知道 是不是邪灵住在他里面 因为会影响他 那如果他不是 那告诉他 邪灵住在你里面 那会令到他 令到他觉得困难 令到他觉得受伤害 我们又不需要这样 而这个未必是事实来的 所以我们只是告诉他 这个可能是情绪啦 可能是身体啦 又可能是灵界的力量 不要紧要的 我们就跟你祈祷 看看有什么反应 祈祷之后释放了 那就感谢神啦 是不是一定要查究是什么 不要紧要的 总之释放了就可以了 那你继续亲近神 继续处理生命 那有什么觉得 有什么不舒服 又去赶邪灵呢 那你或者 将那些疾病赶出来 就释放到 那就可以了 那就没有问题的 那赶邪灵很多时候 是颇困难 也都有些是容易的 我试过赶邪灵很容易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合作 而且他肯听耶稣话 我试过一个是很强烈的 那些邪灵彰显道 如何硬了 那两手硬了 立刻硬了 那脚又硬了 整个人都硬了 那我一看就知道有邪灵了 那他跌了在地上 那我就跟他赶邪灵了 但是始终是不走完 那然后呢 我就问他 你愿意听神的话 信从神 将你的生命给耶稣 当他愿意的时候 那一下子就 立刻 他手就松了 然后看到天上 他说有几个手掌 在那里拍掌 他就觉得 这就是天使 在天上白色的手掌 在那里拍掌 就是天使在天上 在那里拍掌 当他愿意的时候 他就释放到 那这个就是说 原来 当人愿意 将他的主权交给耶稣 的时候 神是容易释放的 那我也都见过一个人 一个女人 她是很长时间 都说不出这些事 因为她一直都怒她丈夫 我们劝她 我说你怒她丈夫 怒你丈夫是没有益处的 但是她说不行 她真的对我好不好 她整天都快怒 她很多不好 她总是数她的不好 我说她的不好 是她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那你为什么受她影响呢 那她始终都不肯要说 我见过她这么久 她都是邪令 她不是我教会 她是另一个教会的人 因为我有时在一些聚会 有时告诉别人 我为人趕邪令 有些传道人就找我去帮她 跟着就帮她 这个人就是 有个传道人叫我去她家 为她祈祷 为她祈祷 立刻和她赶到邪令 不过她不清 跟着她的两个女儿 生命很大改变 其中一个是后来 有读神学 有叉怨侍奉 都是透过和这个 广赤令 跟着祝福她的两个女儿 这个都是神的祝福 其实 当我们有这个信心 有些人很害怕 就死定了 我走第一步很害怕 那你就 两点钟 就是四点钟 星期二 两点钟 四点钟来 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有些人 需要趕邪令 那你如果可以的话 你过一旁 或者你早点来 就给你一个经验 你这个经验的时候 你做惯了 你一定有信心 如果突然在宣教的时候 尤其是去一些小人 去过的地方 是多数有邪令的 我差不多次次都见到邪令 有些很明显 我一直在祈祷 跟着有人在大喊 不是一定为他按手的个个 在聚会紧 在祈祷 跟着后面有人大喊 或者有人很强烈的反应 那我们就知道他有邪令 就是我们都常常见到的情况 当你说惯了 说邪令 你就已经觉得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他处理生命 亲近神 愿意悔改离聚 然后进入圣灵充满状态 然后就 邪令就容易说出来 所以这个 并不是很难 但这个是一个 对我们基督徒 一个很大的帮助 就是你曾经做过的时候 就能够释放到 但有些人 比如可能中间有些人说 我总是觉得 里面有些东西不清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跟着那五样东西做 就是真的 每天都活在神的爱中 每天都说神爱我的 每天都处理生命的 各人的问题 跟神的关系 记不记得 一起再说一次 第一就是建立跟神的关系 第二是什么 可以说一 离聚 第三 生命中的问题 第四 生活上的方式 第四 灵性的医治和释放 灵性的医治和释放 那你就可以自己做的 一旦他亲近神 神的同在 便会带来医治和祝福 那我希望大家有这个机会去做 那也都有些是真是很严重 那我们见过很严重的 怎样呢 那个人不能够说话 不能够反应 但是他告诉我 他里面知道做什么 他听到我们说的 但他不能够合作 那我很多时候都会叫人吹出来 吹出来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呢 就是耶稣向门吹口气 他就受圣灵了 那就 圣灵是可以透过吹气传递 就是这个不是唯一的方法 是可以 那同样呢 邪灵呢 因为都是圣灵创造的 创造的天使 墮落变成邪灵 那都可以透过吹气 那就是 这个人觉得有邪灵的时候 他就奉耶稣命 心里想着奉耶稣命吹出来 那我都试过 见过很多次 真是很大摄放 就是他本来很紧很紧 跟着我说 你奉耶稣命 我第一次见 他僅脑的颈起了红根 脏了头 头脑都变成了紫色 纸纸的 纸纸的 整个纸的 血涨着的地方 是纸纸的 跟着我说 你奉耶稣命 把他吹出来 吹出来 他就鬆了 一會子站着 又再又又再吹出来 我就发觉 咦 很有效 即她人有信心 放松的人 吹出来 就容易吹出来的 这个是我自己试过 大家都可以试下 在祈祷医病或者在赶邪灵的时候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经文 《约翰福音》20章22字节 所谓门读吹口气 他们受圣灵了 当五旬节的时候 圣灵降临的时候 一阵大风吹过 圣灵降临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真的有风呢 因为圣灵的风呢 当时圣灵的风 因为真的有风吹过呢 根据这个经文 应该是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的时候 那些人的感觉 好像有风吹过那样 就是圣灵的风来到 其实我们经历圣灵的人 是会经历到这种 我形容好像磁力风的 为什么磁力风呢 两个人站在面对面 两个人都是投入 就是容易经历圣灵的 投入 面对面站在那里 就觉得有种力推的 当圣灵临在 就是神的灵一直涌过来 就好像两个人站在那里 对面对面站在那时 有种力推你那样 就是圣灵在那时候 就涌过来 就不是说真的有风 那可不可能 神的同在很强烈 以至真的有风的感觉 也都可能的 就是我们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所以因为刚才我解释了 斜灵可以透过催气来传递 好了 我们刚才说了两样 之前说的第一样就是医治 第二样就是赶斜灵 大家有没有信心去试一下赶斜灵 在赶斜灵的时候合作 怕不怕 怕不怕那些邪灵走来搞你 因为圣经说了不用怕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怕的 如果大家还有怕黑的情况 需不需要怕 可不可以克服 比如有些人 比如有些人睡觉要开灯睡觉 其实需不需要处理 应该处理的 因为他始终害怕 好像觉得如果关灯 又有鬼怪来搞它 那就是很有问题 就是不是真的有信心 是不是 如果他有一种习惯 以前怕开 现在习惯了 总是要开灯 都带有这种的懼怕 那我们要学习 性的懼怕 有时候因为小时候看鬼戏 自己一刻一刻就自己想着 会不会有些鬼呢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耶稣里面 不要有的习惯 不要去想 第一就不要看鬼戏 不要想回鬼戏的那些情景 就是经常都说我们靠耶稣可以得胜 尤其当你赶邪灵 你就发觉邪灵怕我们 那我们于是就胜过这种懼怕 当你越是赶邪灵 你就越看到邪灵是怕的 我试过有些我望着眼 叫他奉耶稣名邪灵出来 哇 大叫是很害怕的那种 本来他不害怕我 但是那时候我一说邪灵 他就很害怕了 很明显看到邪灵是害怕我们的 不是我们害怕邪灵 所以我们一点都不用害怕的 然后下一样就是知识言语 我们看得到耶稣有 很明显耶稣有多次使用这个知识言语 也都圣经记载比较 其实其他人都有的 我们一起读一读 《药库福音》四章十八节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说是真的 这个是谁跟谁说的 耶稣又和这个说的 《药库福音》 就是他将这个情况说出来 他知道以前有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不是丈夫 这是同居 好了 《药库福音》三章十八节 彼得说 亚拉尼亚 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控圣灵 把田地的佳 狮子留下几分呢 当时亚拉尼亚告诉彼得 听说什么 你钱是不是拿完了 他说什么 他说拿完了 但彼得就回答他 彼得不是去檢查 不是去看看你的銀包還有沒有錢 而是彼得知道 所以這是彼得行使這個知識言語 他能夠知道一些他本來不知道的東西 有些人可能覺得 這件事挺難的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有 怎樣操練這種知識言語 有些人是很強的 有一種就是知道那個人的情況 第二種就是知道他身上有什麼病 或者知道他身上有邪靈 知道他有什麼病 有些就是那個人痛哪裡 他又覺得那裡痛 有些人就見到有邪靈 他也知道這個也有滴滴諸靈的恩賜 這個聆聽神的聲音怎樣操練 就是由我們聽神的聲音開始 譬如你犯罪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裡面總是不舒服 令到你不舒服 提醒你不要罵人 你不要生他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就說不行 我不能不生他 他這麼壞我一定要生他 有否試過這種的聲音 提醒我們 你奉獻多少錢 但我們說不行 我不可以奉獻這個數目 於是我們就跟那個聲音爭辯了 裡面會有一個聲音跟你說話 這個就是神的聲音 那你聽慣了你就知道 而且你看聖經的時候 他會提醒你的 或者你去聽道的時候 神會提醒你的 那我自己呢 預備訊息是周時都有的 所以神給我一些教導 都是很特別的 譬如說這個用神的角度看萬物 發揚神 屬性講道法 查兵法 用神的角度看 我真的覺得很特別 不是坐在想出來的 是神教導我的 那這個就是我 不知不覺的時候 領受了這個神的訊息 其實我自己也有試過有 這個知識言語的運作 在這方面不是我強項 但我都試過有 我一走到那個人 就感覺到一種憂傷了 有些是我看到 有些是我看不到的 就是沒有看到的 那我就感覺到憂傷 我就說出來 我說呢 神釋放我們所有的憂傷 那我用我們 這個使用是很重要的 就是釋放你的憂傷 那有人沒有這樣 那你為什麼釋放他的憂傷呢 你覺得好像 他都覺得好像 你說我憂傷 我們 如果我有憂傷 神要釋放我 那你就沒有問題了 就是用我們 譬如說 講道的時候 或者傳聞的時候 講罪 不要說你有罪 我們要向神認罪 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是吧 我們都要向神認罪 我們都會生過人的 就不要說你有生過人 我們都會生過人的 那所以呢 當時我試過 我就說 耶穌釋放我們的憂傷 一說了 那人就開始哭了 這種情況 我也試過很多次 這個呢 就是我們使用這個 知識言語的恩賜 也都在 有本書叫做 《權能報道》 那他 他的 裡面呢 我沒有看完這本書 我看了其中一部分 那他裡面呢 講到 這個作者呢 他就在飛機那裡 他就見了一個人 他就見到他隔上有個字 奸淫 接著有個名字出現 接著呢 他就覺得神告訴他 這個人有奸淫 那他是用一個方法 很特別的 他走過來跟那個人說 他說這個名字對你有什麼意義啊 他一說這個名字 他一說這個名字 哇 那個人嚇到臉都青了 就是說 你為什麼知道這個名字呢 因為他跟那個女人有外語 然後呢 然後這個人就跟他講 就是神告訴我 然後呢 他就 帶領他信耶穌 那他信耶穌之下 然後他走到他太太那裡 他就認罪了 他說就是這個人 說出我有犯奸淫 他又向太太認罪 然後太太就信耶穌 這本書的 開始在《權能報道》 就講到這個報道的方式 但這個使用是非常重要 就是當我們使用的時候呢 牽涉到有罪 牽涉到他的秘密的時候 我們就要很小心 那起初的時候呢 最好是講給傳導人聽 譬如一個聚會有傳導人 或者你在教會的運作 你一定講給傳導人聽 等傳導人去告訴你 怎樣使用 那到你自己熟習的時候 譬如你在教會 你一樣告訴傳導人聽 但是你自己運作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人可能有這個問題 那什麼方法呢 就是用一些比較 不是那麼明顯的方法 譬如說 譬如你感受到他 他有家庭問題 那你就不要說你有家庭問題 你說 如果我們有家庭問題 耶穌都可以幫我們 就是如果我們有家庭問題 如果我們有生氣 如果我們有生氣 耶穌都會釋放我們 讓我們不要生氣 就是用如果 或者用我們 用這個方式 就比較容易接受 這個就是知識而言的運作 在這裡有幾個人試過 有知識而言的運作 是準確的 有幾個人試過 大家都看到有這個情況 大家其實留意這個聖靈的聲音 有沒有留意這個聖靈的聲音 我試過一些很神奇的聲音 神奇的內容 是什麼呢 神會提醒我 有一個人還沒做 真的 真的 那一天還沒做 我太太也試過 他有想想想 想來想想不到 怎麼解決 因為他想那些學校的 很複雜的 那些 怎樣編排一些人 很複雜 或者編排一些什麼 處理的方法 然後他做夢的時候 在夢中 就有一個處理方法出來 然後他翌日去試試 真的可以 沒有理由在夢中 會找到一個解決方法 這個很明顯 就是神傳遞給他的 就是我們都會有時候 有這些這樣的意念出現 我們就留意 有幾個人試過有這樣的意念出現 你忘記了戴什麼 記得戴傘 你未做過一件事 然後看一看就 立刻發覺是 有幾個試過這件事 借錢 不能給別人 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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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包 忘記給 哇 過了十幾天 找到禮神 你沒有付錢 人家 對呀 即是說 他借錢 沒有還到 聖靈提醒他 這個很明顯 聖靈的聲音 那你就聽慣了聖靈的聲音 那他下次跟你說話 你就知道了 即他裡面 他裡面有一種提醒 那我們怎樣分辨聖靈的聲音 幾樣東西 第一 合乎聖經 第二 在那個情況是有幫助的 就是 譬如說 突然間有一個解決方法 或者你有一個問題 他真的幫到你解決的 或者你忘記做了一件事 他提醒你的 第三 很多時候 如果跟你的意念相反 以後是對的 那你就是聖靈的聲音 就是你明明生氣的人 但是那個意念就是 你不要生氣他 你搖說他 這個不是你的出意 對不對 或者你本身 你想奉一個小的數目 然後那個聲音就說 你奉一個大的數目 那你不想的 你肉痛的 但是呢 裡面的聲音的時候 這個就是神的聲音 那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知道 這個神的聲音 我們就不要抗拒了 因為神知道你忠心奉應 他也會祝福你的 尤其是跟你的意念抗拒 或者是你沒有想過的意念 就是你突然彈出來 去做一件事 是你沒有想過的 那樣的做法 那這些 就是這幾方面有可能 那 那有些人說 糟了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或者是或者不是 那麼呢 那肥立比書2章13節就是很大的幫助 就是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的心裡運行 為了成就他的美燕 就是說 當基督徒走在神裡面 當你聽神的話 你吹祝福人 或者愛神的心的時候 那些意念 是好的意念 其實是吹神的 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的心裡運行 為了成就他的美燕 譬如你說 很想上溫泉福人 都是神感動我 因為我自己想去 其實兩樣都是的 就是你想去的時候 其實是神感動你 就是我們立志做一些好的事 其實都是神感動你 所以你留意 你以後有些什麼 想做好的事的時候 其實就是神跟你在說話 那你就留意這個聲音 你留意多 有時這個聲音出現在你祈禱 或者等候神 有時是你洗碗掃地 行街 就是在做另一件事 忽然間有個意念出現 那你就留意這些意念 你留意慣了 你就知道 但是你留意這些聲音 你又不要 就好像有些人就會這樣 我收到訊息 你是犯奸容的 就是當正 他收到什麼訊息 就是一定對 就是這些情況 我們就不要這樣 錯收也會 是的 錯收也會 因為有時 自己想 自己認住 所以 凡這些事 我們就不要 當他有一種強烈指控性 或者強烈引導性 你去非洲 然後你說 好了 我買了我所有東西 我現在去非洲 可能都未準未好 到底是否神的聲音 或者你自己的聲音 或者你剛剛聽到 說去非洲 然後你自己就很想去非洲 這個我們就要分辨的 這個是可以操練的 知識的言語 我們稍後都可以操練一下 基督徒聽到神的聲音的方式 我們一起讀一讀 在聖經的時候 聖經的說話提醒你 第三 就是提醒你如何 順服神 聽神的話 不要生氣人 遙書人 祝福人 第四 就是帶領你如何 侍奉主的聲音 你嘗試傳呼聲 你嘗試參與這個事奉 參與短孫 第五 就是領受到某個人的情況 或者需要的聲音 就是 感受到這個人需要經濟幫助 需要什麼 輔導 需要為他祈禱 你感受到 你看到一個人覺得他很憂傷 孤單 他需要幫助 你就問問神 是否這樣的情況 怎麼知道聲音可能是來自神呢 第一 我們一起讀 第一 合乎聖經 第二 適切或能解決人或人或情況的困難 第三 有時是人沒有想到的 第四 能解決人的問題 第五 顯示一些人本來不知 而是準確的事 第一 就是合乎聖經 第二 就是 適切那個情況 那個困難 或者能夠解決人的困難 第三 就是有時人是沒有想到的 第二 是說到適切 第四 可以合併在一起 是解決到人的問題 第五 顯示一些人 本來不知道 而是準確的事 譬如比書二章十三次 我們剛剛讀過了 就是立志行事 都是神的心願問 詩篇二五篇十二節 《誰經為耶和華》 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神會指示你如何做 神會指示你如何做 我試過有些人說 神感動他看 上網找… 找醫治 然後找到我的影片 或者找聖靈 然後找到我的影片 這些都是神用的方法 也有些人 我試過去一個地方 他說 我前一晚就夢見你 前一晚就夢見我來 然後 第二天我就來到 這些都是神的帶領 好 預言 我們看 我這裡特地找 不是耶穌講的 而是信徒講的 《聖靈主義》二十一章十節 有一個先知 一起説 名叫阿加布 從猶太下來 到了我們這類 就拿保羅的腰帶 捆上自己的手腳說 聖靈說 猶太人在耶穌山 要如此捆綁著腰帶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手裡 這簡直是預言 講到將來有什麼發生的 這個因此 必然是多次的測試 即是當你收到一個信息 某一件事要發生 或者某個人會將來做什麼 那你判斷 最好告訴全導人 讓全導人幫助你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疫情 即是你不可以找到全導人 那你可以告訴別人 我收到這個信息 不過我不知道是不是準確 你可以考驗 還有有人對我們講 任何的信息 我們都全部作為參考 無論這個人是全世界出名的先知 都是作為參考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可能有機會會錯 還有最重要就是神 如果你要做的事 是神直接指示你的 所以 其實 我們不需要依靠一個人 我試過有些人 他真的信一個人所說的預言 信到一個程度 但是呢 他又真的去做 但是又沒有實現 他就很懷疑 很擔心 是不是我做錯呢 即是有人收過信息 有些人跟我講過 神話呢 他會做什麼 那他真的去做 但是做也做不到 他說 為什麼是這樣呢 明明那個人 那個先知話 我說為什麼你將那個先知說的 一定是神講呢 因為神跟你講的先是準確 先知說的是作為參考 即是我們不能夠將他安排 是絕對的 而我發覺這個世代 很多人很追求先知 一有先知 很多人排到去祈禱 而我試過跟先知翻譯 我就發覺很多說的話呢 其實聖經都講完了 你悔改 你愛你的父母 你搖延你周圍的人 你聽耶穌話 耶穌祝福你 你偷看聖經 是聖經講的 有時內中有些人就會收到信息 將來神會大大使用你 這個其實那個人可能已經知道的 那你就照著去做 其實你就去發揮 因為這些聖經都講完了 那預言的作用 在什麼最大作用呢 就是當指示一些重要的決定 作為一個參考 譬如有人說 我是不是現在去讀神學呢 就是當你在侍奉 或者是我們怎麼帶來復興呢 在這些地方 我們是先知的 那個作用是作為參考 譬如說 如果有先知跟我說 你要開始什麼事工 或者你要去哪個地方 我都不會完全剩下他說的話 我一定會祈禱問神 當我感受平安 而又情況又為我開路 那我知道他所說的是對的 就是我覺得先知的作用 就是在這些侍奉的方向 我們怎樣使用我們的生命 如果普通日常生活的人 有些人很喜歡找先知 為什麼呢 先知說 耶穌很愛你 你很寶貴 你將來會成為偉大的人 這些不用先知說給你看 聖經已經告訴你了 有很多人很喜歡聽這些說話 因為聽完之後很窩心 先知都說我很特別 你不用先知告訴你 聖經告訴你你很特別 你個個都很特別 你相不相信你很特別 即是當人在神裡面有信心 他不需要先知說給你聽這些說話 但如果有些事情他不肯聽話 先知提醒他是好的 他不肯搖說話的人先知提醒他 那他是好的 其實一個人聽話的時候 他都不需要先知提醒他 他聽話的時候 神都已經提醒他 他就聽話已經OK 但先知有沒有作用 是肯定有作用的 先知是會提醒一些人 心硬的不肯聽話的 先知會提醒那些願意的人 為何去服事 但如果你已經願意的話 神是一定會指示你 既經�諧華諧華諷華諧華諧華 必指使你當選iders去盜 但先知是肯定 在一個群體或教會 是有作用的 即下個禮拜來一個소독透的是 同一個王全庮 他都會先知的違呢 他也真是 是有作用的 但其實我沒有特地去說 我祈禱看我將來做甚麼 因為我知道神會跟我說話 所以我不會依靠祂 但我會請祂為到這個地區 這個地方有些甚麼 你為祈禱我們怎樣可以帶來復興 這個信息我收不到的 我就請祂去求問神 但求問之後我們都是作為參考 我們會一起去問神到底這個是不是神 想我們做的事呢 我也見過有些人曾經收過很準確的信息 但後來撞反 為甚麼撞反呢 因為祂本身有問題 即是有罪有軟弱 祂就收到神的信息 但同時祂靈界的門開了 祂也收到邪靈的信息 所以就出現問題 我見過有一個人 總是說他經常收到神的信息 他總是覺得 我應該給祂這個位分 祂做這個組長 但我發覺祂帶祂是不適宜的 祂不懂得怎樣帶領一班人 祂只是在那裡說話聊天 我真的覺得祂是有這個恩賜 但祂就當正祂自己很高的位分 他當正祂自己就是 我才知道祂要聽我說話 這個就已經有問題了 所以我們都留意 如果我們周圍有些人 他就覺得自己收到的信息一定是準確的 我們都去提醒他 又不用告訴他一定錯 不過我們提醒他 就是要小心 OK 供應的神跡 列王記上 十七章十三節 這些神跡 以上所說的幾樣 就在我們事奉裡面可以運作的 醫病啦 趕鬼啦 知識言語啦 和語言啦 這些都在我們事奉裡面可以用得著 供應的神跡也都在我們今天可以用得著 也都將來在困難的時候 在迫白的時候用得著 列王記上十七章十三節 以理下對他說 不要懼怕 可以照你所說的去做法 只要先為我做一個小餅拿來給我 然後為你和你的兒子做餅 因為列王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潭內的面必不減少 平內的柔必不短缺 直到列王始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如果有一天受迫白 沒有糧食 你會祈禱神啊 你叫這個餅罐裡面的餅 永遠都拿著都有的 每天吃完都有的 水瓶裡面的水喝完又有的 你會有這個信心呢 我們不知道神怎麼做功 但是我們求神 神好像昔日 你在伊利亞身上行這個神跡 求你 在今天 在我們這個短缺的時候 求你行神跡 其實聖經裡面的神跡 你會不會有信心 在受迫白的時候 都可以走出來呢 譬如我們常讀的馬可福山十六章 我們其中一部分 少說的 首能拿成 若學了什麼毒物 有必不受害 聖經裡面有哪個人物 面對野獸是不死的呢 但以你 他在獅子坑 如果有一天我們入了蛇坑 你有否信心 神啊你保守我 那些蛇不會咬我的 神啊 這個就是信心 神啊 識人你做到的 今天都做到 聖經裡面有的神跡 我們都可以做到 就是我今天預備大家的心 就是我們大家今天都未必 去到這個程度 神啊 求你叫我米糕的米 忽極都有了 就是未去到這個困境 但是有一天 可能在受迫白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食物的時候 你就祈求神啊 神啊求你行一個持續的神跡 忽極的米還有米的 那些水倒完還有水的 另一個就是 《歷王記》下四張五字 我們不讀了這個 就是講的叫賭油 一邊賭全部那些 裝滿了器皿去賣 這個就是一個供應的神跡 讓它可以還到那些錢 接著就是異能 不同的異能 其實這些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你的心裡面 有這種心理準備 到有一天可能在迫白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呢 在受迫白的時候 那些神跡可能是五花八元 就是神在不同的情況下 有不同的神跡 《歷王記》下十八張三十七節 伊利亞就求神 神就怎樣 降什麼下來呢 降火下來燒盡繁製 到有一天 有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你就求神 降火下來燒那些繁製 不是沒有繁製 燒那些水 或者某些情況需要燒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求神 降火下來 馬太十四章十五節 耶穌在哪裡走呢 海面上行走 有一天 仇敵追趕你 神啊 你幫助我走在海面上 可以逃走 平時你不需要的 到了那個時候 神啊 你是可以的 在你凡事都能 你相信神能夠這樣做嗎 我們沒有試過的 我沒有試過的 馬太八章十六節 於是起來 斥責風和海 風和海就大大的平靜了 不是你去旅行 那天是奉耶穌命 你可以的 你可以去旅行 奉耶穌命 求主你平靜這個風 這個大風大浪 但有一天在壁白的時候 神啊 求你平靜這個風和海 你會有這個信心呢 其實我想大家有這個信心 然後今天當你為人醫病趕鬼 知識言語和先知性的說話的時候 在這個操練裏面有信心 當你操練習慣了的時候 將來去到這個情況 你都相信神會做這些實跡 因為當我們今天看到一些不可能的事 這樣發生的時候 神啊 是會繼續發生的 馬太七章二十節 耶穌說什麼 信心像戒採到這座山雪 拿到那邊 什麼情況需要這樣做呢 有仇敵追趕你 神啊 奉耶穌命 將我前面的山 拿到後面 擋住敵人的路 我們現在不需要的 你不用把太平山移到那裡 但是呢 我們有一天受迫白的時候 我們可以求神 給我們這個信心 善良主義八章三十九節 從水裡上懷 煮了靈把肥力提了去 太監也不再見他了 就歡歡起的走路 這裡呢 神的靈就把肥力投了去 但是那個太監 也挺特別的 就很歡歡起的走路 就好像 就是好像 極無其事那樣 神的聖靈就把他提走了 有一天我們被人抓去坐牢 被恐怖分子抓去坐牢 或者那些迫白的人抓去坐牢 接著神啊 你將我提走去 或者你不提走 你保守我的平安 或者你 神啊 你按照你的意思 做什麼的工作 好了 另外二能 馬歐福祥十六章十八節 首能拿蛇 若害了什麼毒物 有必不受害 就是這些 平時我們不需要做的 但是有人可能需要做的 但也六章二十二節 就是封住獅子的口 好了 然後大約三章二十五節 就怎樣 大約三個朋友 就在火裡面行走 接著他見到 第四個 好像神的兒子那樣 神子在裡面行走 他們並沒有受傷的 那這個呢 就是 看得到 就是說 在神的同在 有一天 要逃走 你可以逃走入火裡面 或者別人將你丟到火裡面 但是你不燒死 當你聽到這些的時候 今天你聽到的時候 你會不會去想 好 有一個人需要神 我就祈禱求神 行這個神職 因為你說 都沒有可能的 到時候 怕得都忘記了 你會不會有這個信心呢 好了 另外一個 就是進入靈界的令 令王記下六章十七節 以利沙討告 求爺華開這個少年的眼 他就見到什麼 滿山有什麼 火車火馬 然後呢 以利沙又祈禱 求你視這些人的眼目昏迷 那些 兵兵就跟著以利沙 跟著他去到薩瑪里 城裡面 就是在 因為城裡面 就變成了三萬人 他們的軍隊圍著他 那就是他 開他的眼睛 那有一天 需要的時候 神要開我的眼睛 讓我見到天使 讓我見到 神你的保護 神你的祝福 先說到這個 神的靈 將肥烈提了去 以西傑書 也有講到 以西傑有這些經歷 他很多次都有的 以西傑的靈 過在他身上 以西傑的靈 帶他出去 放在平原 就看到平原 片滿鞋骨 就見到那些鞋骨 就是神的靈 將他提走 那些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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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 被提到 其實 他沒有說到他 他是說 我認得一個人 那有很多人 就覺得這個是保羅 那有些人覺得 這個是他講他自己 那到底是誰 那這個其實都沒有緊要 總之有人去過三層 那其實聖經裡面記載 另外兩個人都有的 以西傑 若翰 以西傑就在以西傑書 若翰就在啟舌錄 上到天上的 那這些都是告訴我們 可以這樣的 我們下個禮拜見到那個 黃泉道 他都是 日日都去的 即現在日都去 以前就不是 現在就是了 那他被提到樂園裡面 聽見隱秘的言語 是人不可說的 即是可以聽到神的隱秘的事 那然後呢 若翰呢 又是提到天上的 OK 我們今天去到這裡 那我們呢 今天我們去操練 即是怎樣操練 那操練什麼呢 我們一會兒就 三個人一組 幾件事 問一下有沒有人 覺得有疾病 我們有信心為祈禱 在聖靈恩凹之下 聖靈充滿的狀態之下 帶他進入聖靈充滿 以及幫助他處理生命 為祈禱 也可以問一下 有沒有一個人 覺得自己好像有些 靈界的壓制 然後呢 就有人操練為祈禱 一起操練為祈禱 一起操練為祈禱 看看有沒有一些邪靈的影響 無論是影響也好 什麼都好 另外呢 在這個過程中 也可以問神 有沒有什麼信息 當你有的時候 你只作為參考 你就不是一個絕對的信息了 你就說出我有這個意見 你就用對方去回應 當你收到這個信息的時候 只是一個練習 譬如你收到那些是很嚴重的 你就不要說了 你就告訴我 然後讓我處理 譬如你收到對方是有分外情的 你不要說了 你找我先說了 這個情況比較嚴重 就是有些很嚴重的事情 對方有癌症 你不要說了 這個我們要考驗一下 你說完那人嚇了半跳 沒有癌症 變成好像差不多有癌症 那就不要了 嚴重的你就告訴我 如果是普通的 你就可以試試運作 這個過程 無論你是祈禱醫治 或是祈禱趕邪靈 或是釋放他的重担 那你的過程 你可以一直趕邪靈 你也可以聰明 用右眼看著他的右眼 也叫他右眼看著右眼 通常我們右手是代表拳兵 我也是這樣說 如果那個人是不怕看著他的眼 有些人看著他的眼 就在那裡笑 又在那裡怕 又看來看著他的眼 又看來看去 問他為什麼我不習慣 那就不要看了 但是有些人習慣的 那我們就可以試試做的 這個就給大家一個機會去操練 一個就是祈禱醫病 一個就是 你根據你的人的 那個組的情況 祈禱趕邪靈 如果沒有了 就可以知識而遠的運作 如果有都可以有知識而遠的運作 那就三個三個照上次那個方式 就是上次那個分組 如果有些是 首先那些 這裏可以 還未知識 我想說多些說話 就是我希望 我們這兩次的教導 會鼓勵大家 我們下個禮拜 王全路來 再下個禮拜都會再講 神職性的運作 和操練 希望大家最重要的是什麼 進入神職性的事物 當你有不同的困難 你就祈禱 我試過一些生活性的情況 就有一個人找我 他說我要去一個地方 是一個政府部門 需要幫助 但是我現在有這個 當時我在一個教會 就做這個 就是教英文來外展 我說今天我不知道有沒有人來 我要等到這裏 我才能走 當我們走得去到的時候 已經是 譬如那裏五點三五 我們已經四點四 四點八 四點八 那我未去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他說 你當這件事 我問你 你自己解不解決到 他說我解決不到 我很害怕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如果解決不到 我爸爸就收不到這些 Benefit 收不到這些幫助 我說 我可以幫你 但是當這件事應驗的時候 請你不要說是偶言 他說答應了 我們就祈禱了 就由我們去 去到之後 答霸了 一進門口問那個人 那個人在哪裏 走了 我們聽到走了 我們就只能夠走 準備走 就是那一陣 一出去的時候 那一道門就開了 他就走出來 他說是那個人 我們就找他 立即解決 我就問他 我說 如果我們走了 他才出來 我們就不知道他出來 是不是 或者我們未走之前 他已經走了 我們又見不到他 但是剛剛在那一陣 他就出來 是不是 你覺得是巧合 還是神的工作 他說是 神的工作 我當日和他祈禱 他即時經歷聖靈 他即時說 信耶穌 但可惜他後來 他沒有信 這是人的問題 不是神的問題 人有時就是這樣的 他始終一直 他喜歡拜偶像 他就不喜歡 信耶穌 但真的在他身上 行神跡 但他就不相信 這些生活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有信心 去求神幫助 我們希望大家 在無論什麼事情 生活的問題 疾病 什麼情況 都即時有信心 去為人祈禱 好嗎 死亡 死亡 你 死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